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小叔叔 沒有什麼能夠阻擋 你對自由的想法 天馬星空的生涯 今天不是要教學 今天要跟你們講一個壞消息 就是之前我 因為我很著迷於設備 所以我想試試看 不要用錄音筆而用手機來做內錄 什麼叫內錄呢 就是不要透過這個話筒 不是透過手機的話筒 而是用一根線 把話筒的聲音還有 吉他聲音錄進去 然後我不是推薦大家買了一款 大概八十塊的手機聲卡 其實它不是手機聲卡 它就是一個轉換器 很多人跟我 跟我問哪裡買的 所以我大概介紹了 我覺得可能有一百個人買 那 給你們講個壞消息 前幾天我去買 那個手機充電線的時候 我發現有個更便宜的選擇 就是這個 其實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大概二十塊而已 它是什麼原理呢 就是說我們手機的這個 這個洞啊 這個洞其實是包括了 話筒一錄跟耳機一錄 也就是說我們在打電話的時候可以這樣 喂喂喂喂 就是因為它裡面 這個孔啊 它又有話筒的功能 又有耳機的功能 那這個轉換器是幹嘛呢 它其實就是把它兩錄分開來 當你這個插在耳機裡面 你這個伸出來以後 一孔 你看這裡畫了一個 這裡畫了一個話筒 這裡畫了一個耳機 也就是說這一錄呢 你就把它接在耳機上 你就可以時時的聽到 而這錄你就把你的話筒接上去 不管你的話筒是那種 那種網紅用的那種 這個就是三點五寸的嘛 或者是這個 六點五寸的那種大的 或者是卡農頭那種三個洞的那種 其實只要有合適的轉換器都可以的 或者是在接音箱 所以在這裡跟那些花了八十塊買 轉換器的人不好意思 你們多花了六十塊 不過沒關係 那看起來比較高大上 對不對 這個就一根線看起來多土 不過我沖子油我就用這個了 好啦 拜拜